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人给我印象很特别的一种感觉 就是曾英权 香港第二任的特首 在香港回归之后呢 他曾经是顺位排 是第一届的特区政府的官职第三位 那他上面有陈方安生和这个董建华 而陈方安生呢 后来看到了应该讲看到了中共的邪恶的一面辞职了 被称为这个香港的良心 人们这么说了 但我提到这个这个曾英权的原因 是跟信仰宗教有关 在介绍曾英权的时候 特别提到一点 他是非常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当曾英权成为这个特区政府的特区的首脑之后 他那个他本身的做法和言行吧 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他如何面对他的主 真的如何面对他的主 你到罗马去 罗马有四个比较有名 到处都是教堂了 但是罗马有四个非常有名的教堂 就圣彼得 这是被誉为世界上第一大教 这个第一 在教堂当中是第一大 那除此之外呢 有另外三个 有另外三个 但是在这个天主教堂当中呢 你进去你会看到 就是有些人吧 有些教徒咯 他认为自己可能做的 有些事情做的不对了 就像赎罪似的 我们在电影里也看到 那这个作为牧师也好啊 反正就是教堂里面的人呢 坐在一侧 另外这个 这个忏伟的人坐在这一侧 那在所有这些大教堂里面都有 我当时去看的时候 我也挺感触的 就像要把自己的认为 不当的言行 要向主呢 就像服罪吧 只能这么说 所以我才提到一个说法 曾英全 他如何面对他的主呢 但如果他还能够面对的话 我只能说 在他 在外界认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的背景之下 但是他有他自己的理解 作为一个教徒 作为一个信仰者 我说的意思就是 别人认为他做了不对的事情 有虞于或者甚至与他所信仰的神 所教导的言行相抵触的事情 但是在他看来 可能认为不错 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他对他的言行 会有着一番 他在信仰上 他的宗教上的理解 来佐证他 做的是对的 而不是错的 他才敢那么做 因为 我觉得 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共产党讲无神论 无神论是直接否定神明的存在 他 他 有信仰主 信仰基督耶稣 共产党否定基督耶稣 是说他是这个 鸦片 你这么直接的对立 因为 你想 如果你有正常信仰的话 你最终的生命归属 在你的理解当中 你要上天堂的 共产党说 没 哪有什么天堂 骗人的 及时行乐 对不对 人都是猴变的 他这么说 死了就完了 那你都否定了 你信仰中的天堂 你还 从你的利益角度来讲 从你的 现实的人的生活当中的官位的角度来讲 你却依附于中共的体制 那你不就等于亵渎你的神明吗 就像我跟大家曾经描述过一个概念 有个朋友信天主教的 我说你退党吧 这个 那退党 那退党是 他们另外信佛教的是法轮功学员那些说的 我不信仰法轮功 所以我就不能该退 因为我们很熟了 我说你猪脑子呀 现在不能说人家是猪脑子 因为猪脑比那些人有些人要明白了 他说你啥意思嘞 我说那你共产党是不是无神论 对 他入过党嘛 我熟悉嘛 我说你如果无神论 你今天又去信你的天主 你又进天主教徒 天主教的教堂里去 共产党是不是在侮辱你的神 而是 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还不退呢 你这么说 我倒是应该退 我说你快急出我白猫汗来 我说这脑子 你什么样的想法 什么样的观念 我说如果说句不太好 我们只针对我的朋友而言 我说你信了半天 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你还认为你自己有信仰 糊涂车子 这是因为我们太熟了 我就这么说他了 他话上脑袋也就不说话 从根本上否定神的存在的中共 跟真正的信仰者是势不两立的 在香港描绘陈日君说 他是不知疲倦的 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这么个老人 那我觉得 起码从信仰的角度来讲 那他在对应着他的信仰 对吧 而不是诸多的去教堂里的那些宗教的活动人士 我没指人 对吧 里面掺杂的过剩的利益在其中 那你提到天主教 我还得提到 就是说大审判和末日审判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 我认为 那大审判来临的日子 在他的绘画当中 仅仅是个人很浅薄的理解 人和鬼 这两层生命是总叠在一起的 是相互交织的 而鬼以下的地狱的描绘是很厚的 可是超过人以后的生命呢 每层生命之间是有间隔的 分开了 偏偏人和鬼分不开 是重叠的 那也就是什么时候 大审判出现 人生鬼念 人的身体 鬼的言行 魔鬼的所作所为 魔鬼的思想 融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大审判的时候 那如果融在一起 就是大审判的时候 谁来审判 我记得也跟大家描述过 我去这些教堂 给我的体会非常深 它大多都是原来的 罗马式建筑是圆顶的 是圆顶的建筑 很多教堂是这样 那它的圆顶的建筑的特点 是在顶的中心部位 是透天的 那在罗马 有一个最古老的 这样的建筑 它干脆那中间就是空的 上面没有任何遮挡 那你到 你到这个 圣彼得教堂 你看一看 它任何一个圆顶上 那个教堂是 米开朗基罗设计的 那它上面是一个窗户 阳光可以透过窗户 射进教堂里面 给人一种很神圣的感觉 那我的疑问是 我不是信天主教 我也不信基督教 我只是说 作为一个外观者 普通的人 我在观看的时候 给我的一个体会就是 在大审判的概念当中 往上走走走走走 一旦审判来临的时候 可能是生命重新认识神明的时候 这神明来自于天语之中 来自于光芒 它才会这么画 当然我澄清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我看他们那些传世之作 每天几万人 几十万人去看这样的作品 像当圣物一样去崇拜 真的是像当圣物一样 你到西斯敏教堂 你去看米盖朗基罗的 大审判的话 他前面是放了基督耶稣的像 放了这些祭典 就是作为信仰的人 应该有的那些物品 那是当成圣物在祭典 在看待了 所以我才讲 那样的审判一定是来临的时候 是人重新认识神明的时候 因为今天的人已经堕落到那份上 今天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其实就是这个故事了 我刚才举的 曾英权的故事 也是我也没见过他 我只不过看对他的介绍 和他自己的言行 和他自己的所作所为 以中共之间的故事 这样反衬着过来 你以为你天天进教堂 你就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 你可能都在利益的诱惑中 已经失去了 跟随你所信仰的神明的 他真实意思的能力 你没那个能力了 你丧失了这样的能力 你理解不了当初神明 对你的教诲 对人的教诲的意思了 你把它个人观念化 才出现今天混乱的场面 如果人都把神明的话 给个人理解化 自我化 那我觉得可能 大审判的概念就来了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但是现实的环境当中 是一种冲突 我个人认为是一种冲突 当然在我的解释当中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我说在香港事情的发生 可能是中共上层内部之间 打斗 是有这个成分在里 那无论今天反腐的人 主政的人 还是被反腐的人 和试图保命的人 他们之间可能一开始 都为了保住中共 或者都为了利用中共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最终发现 只能抛弃中国共产党 才能保命 因为在他们相互的过程当中 人们今天看到的 是对中共的本身的否定 举个现实的例子 如果香港的这样的投票 持续走到29号 6月29号 现在是七十几万 我们不知道会达到多少万人 那今天的香港人 拒绝的是中国共产党 中共的白皮书 是对一国两制的解释 但是中共的白皮书 直接表明中国共产党 是绝对不会守信用的 它是屠杀人性 那你今天谁上来 如何扭转香港人 对中国共产党的那种 内心的仇恨的心态 因为是你共产党 自己一手造成的 道理太简单了 对吧 拥有投票资格的香港人 三百万人 今天出来七十万八十万人 谁 你用什么样的能力 再去把白皮书否定 你是以党的名义出来的 这就叫全民反迫害 全民反迫害 你记住 迫害在先 反抗在后 这就是我一开始跟大家形容 白皮书一出来 我说 他是个强奸者 直接侮辱者 没有任何借口 那你这个情况下 所以我刚才提出来 今天这个事情发生 谁 你和今天 不论在中国当多大棍 No.1 第一个 你去解释说 想把香港人 对中国共产党的 憎恶之情感 给他扶平 拿运动也运不平 网上有篇报道 这么说的 郑宇硕 这是香港的城市大学的教授 那是这一次发起者之一 他在接受德国之声的 这个记者采访时说 公投体现民意 北京物一意孤行 面对这么多人投票 郑宇硕说 目前看到最主要的原因 应该是香港人的这种 现在危机感非常浓厚 感到现在不出声 不表态 将来很可能 连表态的机会都没了 大家都觉得 现在中共最上层 这样的打压下来 我们争取民主的空间 越来越少 大家感到有必要 透过这公投的平台 来表达意见 没错 强奸者发出声音 嗷嗷叫 他非要强奸 但还没得逞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作为香港的老百姓 这说的很清楚 叫中央政府 他绝对不会跟你分开 你中共上层的 不同的派系的打斗 造成今天香港的状况 不 人家不分 所以即使 某些人吃了哑巴亏 但是在反腐浪潮当中 你想保住中共的话 你今天都是没有任何办法 你想保都保不了 你想保都保不了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 我个人认为是最关键的地方 共产党被淘汰 被撕裂 真相被展现的过程 就是这一切的过程 一个政府不重视人民的意见 不重视民众清晰表示的意见 让人们感觉到 官方的渠道不能表示意见的话 人们就感到 他们跟政府根本不听你的意见 要透过一个民间的组织公投来表达 那这个政府不感到惭愧吗 魔鬼不会感到惭愧的 但是他会感到威胁的 对吧 我一直说 他说人性的觉醒就是最好的一面 佛性的这种重现就是战胜魔鬼的最好的一面 他说公投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很清晰的表达民意的渠道 和民意调查示威游行概念是一样的 香港有700万人左右 选民300多万 通常立法会是最重要的选举 他说投票比例是一半左右 如果我们有一百万人站出来 那就是三分之一了 他说我估计到公投结束的时间 希望有一百万 起码应该有八十万 然后就提到了这个环球时报说 三亿人不接受什么香港那个概念 那郑宇硕讲说 你看看台湾人就反应就清楚了 动不动拿13亿人去压2300万的台湾人 700万的香港人 他说这说得过去吗 台南市的市长赖清德 最近访问北京 我们跟大家介绍过那事 他说台湾的前途 由台湾2300万人来决定 北京就说这个不行 台湾的前途由13亿人来决定 但这13亿人 个个都没权利决定自己的吃喝拉撒睡 这13亿人 这13亿人没人能够决定自己的最基本的生存权 选择权利 因为他要被党教育着和被党要求着 而这个共产党呢 又不归这个法律所管 所以他是非法组织 然后因为他是非法组织 所以被党控制的媒体就可以说代替这13亿人 所有的中国人就是觉醒的年代 对吧 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党自己做的 对不对 法律不能管中国共产党 那共产党是法律之上 法律是他的二奶 反过来说 中国共产党就是非法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无权制裁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是今天正在现在发生的事情 冠冕堂皇的是在中央电视台上 这个人民日报上 新华社都这么瞪的 他是非法的 他自己说的 那台湾人说的也挺绝 说你们北京政府是13亿人选出来的吗 十八大 到底谁是政治局常委 不知道 所有人身上脑子看那门 门开开了数数 说出来几个呀 是七个五个三个九个的 他不知道 所以你扭过脸来说 13亿人不干 13亿人都被党给强奸了 其实就是这么个回事了 郑宇硕讲 如果中共一定一意孤行 不推行民主制度的话 那香港就很难管理了 社会变得非常分化 而中共当局对台湾政策 也就一点吸引力 一点说服力都没有了 代价将非常高昂 他允许香港民主的话 将意味着香港是推翻 中共体制的最前沿了 因为同位中国人这边 如果香港人自己 一人一票选特首的话 那你说 深圳人怎么办呢 对吧 广州人怎么办呢 这道理很简单 所以他不能 这是第一个不能 第二个不能 那今天在中共体制之下 赚了钱的那些上面的孙子们 他爷爷的孙子 我没骂人呢 人现在都是孙子辈在挣钱 所以我说都是孙子们 那些钱要透过香港出来 那你香港民主了民选的特首的话 这钱出来了 那能干吗 不干 对吧 但是呢 你所有香港人 三百多万人有权去投票的话 你出来一百万人说 我们必须一人一票 你是隔了共产党的命了 所以在我看来 这件事情完了 因为他白皮书也好啊 黑客攻击也好啊 他等于是把大家走绝了吗 一定会有T字滚 所以在我看来 应该不出意外的话 梁振英死定了 如果梁振英死了 下来了 那指使梁振英所做过的事情的 那一帮派的中共上场 咱直白说 曾庆红的整个这一派系 将被今天的主政的人抓住尾巴 所以看起来香港有改变 实际上是中共上场 但是这个过程中 所有的人都看出来 你只要留着中共一天 谁都没好日子过 全民反迫害 其实就这么来的 迫害在先 反抗在后 真相披露 每一个人向中共说不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